Previously on Crazy History 但是就被楚城王一再羞辱 不单被楚城王俘虜过 还在宏之战那里 将自己所有的精锐部队都断送于此 结果就令到当时的诸侯一面倒 大部分都站在楚国那一边 楚国成为了当时一头独大的霸主 明确倒向楚国阵营的就有 惠国、曹国、老国和宋国 剩下的那些都是骑长派 但是不多不少 其实都半只脚站在楚国那一边 而在那段时间内 齐国出兵老国 争夺边境上的土地 老国见到自己不够齐国打 马上就派人去找楚国帮托 对于楚城王来说 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入主中原的机会 所以楚城王马上就派了一支部队 去帮老国对抗齐国 而战争结束之后 楚国的士兵就再都没打算离开中原 在齐国和老国的边境 谷这个地方驻扎了起身 而当晋文公重新抓起尊王仰义的旗号 讨伐王子大 接回周商王回京城的时候 宋国就觉得自己和晋文公的关系不错 因为当年从已落难的时候 宋商公还曾经送了几十匹马给他 而且楚城王喜怒无常 跟着一个这样的霸主 绝对不会有什么运行 于是乎 宋国就倒向了晋国 宋国这个做法就激怒了楚城王 楚城王马上就派了一支部队 将宋国的刀城围起身 而今次楚军的主帅是子玉 晋文公当年在楚国的时候 这个子玉就曾经献计叫楚城王杀了从已 这个人他的家族势力极大 有时甚至乎连楚城王都不放在眼内 但同一时间他又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 宋国被围困之后 宋城公就派人向楚国告急 这件事就令到晋文公相当之为难 如果现在去救宋国 那就相当于要跟中原的头号敌人楚国打一场硬仗 但如果不帮宋国 那就是背信弃义 就是这个moment 晋国有一个大臣先陈 就站了出来献计 他跟晋文公说 晋国可不可以成为霸主 就是看这一战 这一战也是晋国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立威的最重要的一战 晋范也走出来了 他也祸意 说一场仗一定要打 不过就不可以直接去对抗楚国 不可以跟楚国正面交锋 要打就要打曹国先 晋范为什么要建议打曹国呢? 因为他实在对晋文公太过了解了 当年那个曹贡公 在晋文公落难的时候 在曹国对他百般羞辱 又装他洗澡 又要摸他胸口 如果以曹贡公当年 曾经羞辱过晋国的君主为射口 那些士兵就可以上下一心 可以同仇敌开 但当然很明显 这件事表面上是私人恩怨的问题 但实际上 因为曹国刚刚和楚国缔结了盟约 如果晋国一动曹国 那楚国一定要管 楚国一旦管起身 那就是先撩者箭 打死无缘 所以无论如何 都要由曹国入手 只犯一条妙计一出 在场所有的人都拍烂手掌 开始在导演那里 大使宣扬 说曹国当年是如何羞辱自己的君主 还将曹国君主 当年如何羞辱晋文公的故事 拍成电视剧 令到每一个百姓和士兵都知道 晋文公现在那副body 不是做尖做出来的 而是被曹公公他炸出来的 那个人渣 而每一个晋国士兵 在入午的时候 还要一起定必 进一步加强军中的士气 所谓文公精神 就是团结 我们文公残激 被人羞辱 我和曹国关主 不共大天 恨他当年贪太 文公出狱 生他当年我得 这么那舒服 我们的玻璃心 真是屈弱 问君何所用 曹君的人一直重复 问君何所用 曹君几时都执包袱 就是这样 晋国的军队 就一路担必 一路向着曹国出发 但路经卫国的时候 卫国军主竟然拒绝了从而 晋国看到卫国不肯让路 于是乎就回回自己的境内 在黄河渡河之后 就兵分三路 一路直奔曹国 一路直击韦国 还有一路直奔五陆 楚国有一支部队 住宅在谷这个地方 而五陆就在谷的附近 所以如果攻下五陆 那就在地理上面 可以抗衡楚国的军队 而攻打曹国的这支军队 很快就将曹国围出起身 晋文公以为曹国很容易对付 但谁知道曹公公虽然个人荒唐 但是曹国就上下一心 相当之打得 而晋国在攻城的时候 死了的那些士兵 还被曹国的士兵 用一把墙勾勾了起身 之后就一个一个 齐齐齐掉在城墙上面 这个做法 就令到晋国的士兵 士气相当之低落 后来晋文公 就以其人之道 玩自其人之身 晋国的部队忽然间撤兵 都还未到清明 就走到曹国人的坟墙 住宅了起身 在坟头上烧炮掌 帮曹公公翻身下 他爹地的墓碑 带他太公和麻麻棚骨 上来打麻将 又不小心 将他们的骨头拌乱了 这件事就嚇到 曹国的士兵 赖了一屎 马上就将那些死了的 晋国士兵 在城墙上面放下来 准备好一个又一个的棺材之后 将他们送回去晋国 还老老实实地将城门打开 向晋国乞和 曹公公亦都被人五花大绑 送去晋文公的面前 当然 隔离卫国的君主 亦都同样被人绑了过来 按道理 这一场战事 晋文公已经赢到开行 但是他依然愁眉苦念 因为发生了这么大件事 秦国和齐国 这两个大国 依然没有表态 如果晋国和楚国一旦打起来 这两个国家 就会成为最后的变数 崇尔觉得不可以冒这样的险 见到战事形势大好 宋国的君主 又派使者 带着一大堆的金银财宝 过来找崇尔 崇尔并没有接收这些贵路 而是叫宋国的使者 将这些贵路分成两半 送去秦国和齐国 叫秦国和齐国 帮手向楚国说好话 劝楚城王放过宋国 崇尔的心里很清长 而楚城王的性格 一定不会同意 而秦国和齐国 因为收了宋国人的贵路 也不好意思再站在楚国那边 果不其然 楚城王一口拒绝了秦国和齐国 要求楚国放过宋国的这个提议 那在形势上面 秦国和齐国 就算只是保持中立 也不敢倒向楚城王那边 那晋国对抗楚国的时候 就再无后顾之忧了 晋文公也很会做 他跟齐国和秦国说 如果日后抗楚城公的话 那曹国为国的土地 他们就三分分 秦国和齐国的君主都开心得不得了 马上就倒向了秦国那边 当崇尔的第三老军队 进驻五六的时候 齐国的君主就马上派人 去跟晋文公结盟 商议一起对付楚国 楚城王见到秦国和齐国 都明确地站在秦国那边 再三思量之后 觉得晋文公崇尔 经历过十九年的流亡生涯 所有的民间疾苦 世态严良 他全部都见识过 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 所以楚城王就叫子玉 要知难而退 见好就收 将那些士兵切回楚国境来 但是当子玉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当场差点跟楚城王反面 楚城王说要切兵 但是子玉死都不肯走 死都不肯放过晋文公 他还质问楚城王 当年晋文公未上位的时候 他叫楚城王杀了他 他就是不听 现在他终于成为一方霸主了 现在他刚刚初上霸主的滋味 但是如果不压制一下他的气炎 以后楚国就会被他禁住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子玉这个大将军 敢当面去顶撞楚城王呢 因为子玉他背后的家族 他的家族就是大名鼎鼎的若傲氏家族 若傲族在楚国的境内势力相当之大 但是同一时间也跟其他的贵族之间 有很深层次的矛盾 因为若傲氏在独揽大权 这一点连楚城王都动摇不到 楚城王虽然表面上没什么 但是心里面就对若傲氏家族十分提防 既然子玉他这么想打这一场仗 楚城王就说我成全你 你就去打进国的军队 虽然把口这么说 但是楚城王就把主要的部队全部都撤走 只剩下他那些若傲氏的军队留在军中 楚城王叫子玉带着他家族的部队 和留在这里的一部分的队伍 任他指挥 让他去跟进国正面交锋 楚城王心里有自己的计算 打了一场仗 赢了的话 自然好 但就算输了 也可以削弱若傲氏家族 所以子玉就在前线 派使者走去进国的阵前 跟对方说 如果我们要和平相处 可以休战 但是 你们进国 要马上恢复 惠国君主的权力 和曹国君主的权力 那我们楚国也会马上在宋国那里设兵 丢不丢 晋国的士大夫和将军都怒到爆炸 他们大骂子欲无礼 一个小小的楚国臣子 竟然叫我们进国的君主做事 还要我们恢复两个国家的君主 你先肯放过一个宋国 岂有此理 子范就进言给晋文公 叫他拒绝 这个提议 但先陈就说 不是 晋国应该答应对方的要求 虽然对方在行为上面 不尊重我们的国君 但是如果晋国拒绝了他的请求 那宋国、曹国、惠国三个国家 都会生灵涂毯 这样晋国就会成为 所有诸侯的众子之敌 但是如果我们答应了 楚国这个提议 那这三个国家 马上就可以获得安宁 为国、曹国、宋国 都可以恢复回正常的秩序 如果要成就霸业 就一定要站在正确的议论场上 楚国这样提议 我们不答应都要答应 但是如果是对方首先出以反议 那整件事就不关我们的事 那三个国家 生灵涂毯也不关我们晋国事 那晋文公就问先陈 如何才可以做到这个结果 先陈说 楚国的子育 他派一个使者过来 竟然对晋国的国君出言无礼 那我们就捉了他的使者 对他使者的小情大戒 在战场上不斩来使 是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共识 但是没有说不可以困住他使者 只要这个人这么冲动 我们囚禁了他的使者 他一定会率先发难 我们答应对方的提议 但是捉了他的使者 这一点就会马上激怒楚国 楚国就会马上出兵 那在议论上面 撕破坏面的就是你楚国 令到这三个国家生灵涂炭的也是你楚国 出以反意的也是你楚国 果不其然 子育知道自己的使者 被晋国的军队囚禁了之后 大军马上就压境 但是子育他都不是食斋的 他将当年的事情又重新提起来 说当年从以流落楚国的时候 楚城王曾经接濟过他 当时从以就答应过楚王 一旦双方有朝一日大吉利时 在中原那里短兵相接 为了报答楚国当年的恩情 晋国的军队就要退避三射 也就是后退九十里 从以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 才积聚了自己的一些威信 而他的威信就是信守承诺 所以子育把这个问题抛出来 进民工没办法 只可以照做 马上就下命令 叫晋国那帮士气高将的士兵 撤回来 哇 什么事啊 林郑撤兵是兵家大忌 撤兵不是撤几里 而是撤九十里 晋国的军营里面 人心惶惶 本来士气高将的晋国士兵 都开始议论纷纷 军心一片大乱 那些士兵一个一个都生气 去找将军 我们堂堂晋国乃是一个泱泱大国 竟然惧怕一个楚国的臣子 这件事真是奇耻大辱 所以 那帮一路撤退的晋国士兵 又再一次在撤军的路上在担毙 但今次担毙的内容 就和出兵的时候完全相反 所谓民工精神 就是归宿 我们晋国着时 百一窩熟 不但忍死忍尿 退避三石 下左楚国俗腰 叫人叔叔 没胆肥女做相 网图清白 晋国将士真是 奇耻大辱 民君何所用 民君何时分不食粥 民君何所用 民君何时普通通 那面对军中的议论 晋文公又有什么办法可以拆解到呢 我们就留下集再说 今集的时间 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我是陈老师 把口不收 讲下春秋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